好,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是第一题 第一题他说要画y等于2的x四方的图形 第二小题根据第一的图形 这个图形画出来之后 要去画y等于1 2分之1括号x四方的图形 那我们要画这个图形 其实就是用秒点的方法 那秒点的方法呢 就x,我们就找一些点 -3,-2,-1,0,1,2,3带进去 那2的-3次方就是8分之1 2的-3次方分之1就是8分之1 2的-2次方就是2次分之1 2的-1就是2分之1 2的0次是1 2的1次是2 2的2次是4 2的3次是8 好,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些点 那这些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描起来 -3,1分之1 -2,1分之1 -3,x等于-3 y是8分之1的高 x-2 y是4分之1的高 x-1 y是2分之1的高 x-0 y是1 1 2 2 4 3 8 把他连起来 好,那我们这边呢 它会当你附了很多很多 它会越来越分之1嘛 以下越大分5 大分之1就是越来越接近0 但是它没有跟0相交 但是越来越接近 好,这是可以知道的这件事情 好,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小题 说根据1呢 要去做这个 y等于2分之1x的图形 x次方的图形 好,那2分之1 其实2的-1次方 那再来乘上去就是2的-x次方 好,假设我们的αβ有一个点 αβ是在这个图形上 也就是说 x带α y就是β β会等于2的α α次方 比如说3,8的话 那8就等于2的3次方 好,那同样的道理 那你的αβ带进去就是β会等于2的α次方 好,所以呢 这边呢 β带进去就是2的α次方 那我们这是要一个-x 所以我们要出现上面最好是有负的 那我把α写成负的括号负α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 这个在这个图形上 什么时候它会相等呢 这个等式如果成立 那这个等式一定成立 因为负得正嘛 这基本上只是把这个提出负号而已 所以这个如果成立 这个一定成立 那这个成立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表示呢 x带负α的时候 这个y带β等号是成立的 意思就是说 负αβ这个点呢 会在这个图形上 x是负α 那y是β的时候 所以你会得到一个字 负αβ是在这个图形上 那比如说 如果是有38在这个图形上 αβ是3跟8 那负αβ就是负3 8 所以有38 那负38 就会是在y等于2的负x次方的图形上 同样有24就是负24 会在这个图形上 12呢 负12会在这个图形上 那01呢 负01 负01也是01 在这个图形上 所以 这个 y等于2的负x次方 它是这样子 好 这样子下来 那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是 负1 然后2分之1 所以 负1呢 要再把它变号一下 本来是 2 然后把2变号 那现在是x-1 把-1变号就变正1 正1 2分之1 那就在这里 同样-2 4分之1 把-2变号就是正2 4分之1 那就在这里 -3 8分之1 把-3变号就是3 8分之1 就在这里 所以图形画起来就这样子 好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哦 就是说 你如果是x是 这个底呢 x次方的时候 那底下这个底啊 是大于1 就是这个a是大于1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图形就是这样 往这边凹上去 然后慢慢高上去的 那如果你是 小于1的时候 大于0小于1 那你就是 从这边这样过来的 好 因为它这个 大于1的时候 跟小于 跟它分之1 其实会有一个对称的关系 好 所以这个是 如果是3 8 那这边就是-3 8 好 这个是αβ 这边就是-αβ 好 所以如果有一个3的x次方 那到时候3分之1的x次方 就是3的-x次方 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 比如说 当你这个 αβ再次3的x次方 那一样就是β 会等于3的α次方 把α也是一样改成-的-α 那只是 改成3而已 所以它的-α跟β 也会是在-x次方上面 所以呢 你就是得到说 有一个αβ 就会有一个-αβ 在它的-x的图形上面 -x次方 好 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这个底a是大于1的时候 它是长这个方向的 这样子上去 那如果小1 那就长这个方向过来 好 然后它们都会 这边都会很靠近0 很靠近0 然后它们都会通过01 因为当你这个 这个上面分 指数是0的时候 不管底数 这是2啦 还是5啦 还是多少 1分之1 它都是等于1 这个也是一样 当这个地方是0 x是0的话 那这个就是等1 所以它们两个都会通过01 好 这样了解了吗